我们百日团的选手呢 是来自天南地北五湖四海 我想先好问一问 有没有谁可以介绍一下 说我的家乡每道美食 他就曾被赋诗一首过 和诗有关 有吗 还真有 来 这一位 有请 我来自美丽的花城广州 然后呢 我先生现在工作的地方 在广州的一个区 叫做丛化区 丛化的荔枝呢 是全国文明的 虽然苏东坡不是在 我们丛化吃的荔枝 但是他的诗句 确实带火了这个水果 就是日淡荔枝三百科 不辞场作岭南人 前面这一位叔叔 刚才也举手了是吗 我的家乡武汉 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首诗 赋予了这一个城市 在全国甚至全世界 都享有盛名的鱼 叫武昌鱼 老人家在这首诗里面 怎么说的呢 才饮藏沙水 又死武昌鱼 万里藏家横渡 吉木楚天书 不管风吹浪打 盛世闲亭信步 今儿得宽鱼 只在川上叶 四者如师傅 风强洞 归舍尽 起宏图 一乔飞驾南北 天界变宏图 建立西江实力 阶段无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神远一无恙 当今世界术 好 谢谢您今天的推荐 我相信武昌人民看到的都要感谢您 实力代言了家乡 谢谢 请坐 谢谢 谢谢 其实通过刚才现场的大家的集体诗词的引诵 我们真的能够感受得到 每一个人对诗词的热爱 那份激情 所以不论是诗剧当中的哪一个元素触动了你 让你去关注它 只要诗入寻常百姓家 我们就相信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能够根植 长成参天巨木 谢谢